其实拿出来,初头人家以为是木瓜来的 因为那个尺寸根本好像木瓜那么大 好像我的臉那么大 根本都不像芒果 芒果平时是这样的尺寸 它是芒果的巨木霸 因为老到是美国人 老母是印度人 生出来很健碩 那个坐产妇或者孕妇 就是台湾的一个农民 台湾农民培育出来第一个本土的芒果 就是黄金黄先生的金黄芒 这个水分更加多 好滑 这个更加适合做什么呢? 做冰 小朋友吃冰的时候就很wag 始隔露香 Hello 大家好 上一集我就试试了 台湾的LV 芒果界的LV 夏雪芒果 以及最受欢迎最多的 这个叫做外门芒果的PK菜 要凭要求 医荣未尽 要凭要求继续 芒果的PK菜 今次的选手就改了 因为这个外门芒是进口的品种 是美国品种 今次选了两款 就是台湾的本地芒果 是本地的品种 这个就是芒果之王的 金黄芒果 金黄芒果后面有个很感人的故事 一会和大家分享 还有这个香水芒果 台龙一号 两款最早出现的 两款在70年代和80年代出现的 台湾本土芒果的PK菜 现在就开始 Come on James You can do it 台湾作为这个 生果王国 芒果一直都是很重要的经济的生果 其实在17世纪 荷兰人 入台的时候 就带来了芒果 是印度芒果 阿芳索芒果 第一个报道是土芒果 青啤啤啤的就是土芒果 细细细的 一致期间 引入了三十几款的芒果 主要是东南亚的地方 包括在菲律宾、印尼、泰国地方 日本人就带来台湾耕种的 有三十几个品种 不过是得不到带来的普及 可能水桶不服 到了1954年 台湾政府在美国 引入了大量的芒果品种 包括现在我们看到 最常见的爱门芒 就是当时1954年 台湾在美国拿回来的品种 还有海顿芒、海特芒 这些全部都是 一听个名字 海顿、海特、艾云 艾云是艾云的翻译 全部都是美国人 培育出来的芒果品种 什么时候台湾有自己品种的芒果呢 是去到1972年的时候 有一个果农 它整整用了八年时间 真是 生个儿子都不用那么久 生个儿子 十月怀胎 生个儿子出来 这个果农是谁呢 就是黄金黄先生 他的名字就是金黄芒果 是跟着他的名字来 命名的芒果 就是芒果之王 黄金黄先生 培育出来的金黄芒果 直到1985年 即过了13年 高雄龙改会 再培育出台湾第二款本土的芒果 就是我手上的一个叫做香水芒果 哇 名字真的没有改错 香得不得了 只是香水的芒果 所以是台龙一号 有浓郁的果香 所以命名叫做台龙一号香水芒果 之后有台龙二号的芒果培育出来 直到 轮过一百年的 差不多十年前 总是轮过一百年的时候 培育出现在的 芒果界的LV 夏树芒果 就培育出来 这个政府培育出来的 农事会和农改场培育出来的 民间培育出来的 除了有农民 黄金黄先生培育出来的 金黄芒 还有玉民芒 都是民间培育出来的 西斯芒 还有一个叫做农民党 不是国民党 叫做农民党一号 这些都是农民自己培育出来的 即是说一部分是政府的农改会 培育出来的 一部分是农民自己培育出来的 那么这个 金黄芒果如何培育出来的 原来就是农民黄金黄 用了八年时间培育出来的 他1958年当元兵 就回到台南的农改场工作 他来到农改场工作的时候 看到研究员员 如何将农作物 集胶兽粉 他一看就看出道理了 学会了如何集胶和兽粉的技巧 他退休了之后 回到老家接收了两甲的农地 开始种起羊芒果 因为1954年 当时台湾的农改会 就在这个美国 就养入了海特、爱民、海顿 这些美国芒果 而结果呢 这些芒果来到台湾 就很容易生病了 因为这些外民芒果 当年的品种很容易生探椎病 外面生黑色的点点 他一直都想改进 他就想用回自己 在农改会学到的东西 改良出 适合台湾气候的第一籍芒果 他就用美国的海特芒果 作为老豆 印度的怀特芒果 作为武本 两个 一个是印度 一个是美国 雜交出来 不过就是台湾出生的 他没有任何的机器 或者仪器的支援 这个农民是土化炼钢的 他将两株 差不多养的海特和华德 花朵 兽粉 即是让他们互相兽粉 跟着 纪录后代的颜色 香氛 气汁 肉汁 和抗病性 用了八年的时间 跟着 所以他培养了三十几个品种出来 逐一淘汰 逐观察 保持甜度最高 果肉最幼細的一种 你说多浪费时间 一年才生一次果 所以他总终用了八年的时间 他培养了三十几个品种出来 逐个逐个淘汰 逐个淘汰的方法 最后他将他的芒果树 逐个淘汰 二十七线路 側根 到了1972年 第一次生果实出来 只有两颗 只有两颗 乘摩树 只有两颗果实 挺惨 中了一年 第二年 结果到二十八颗 然后每一年都增加 成功了 到了1974年 大规模的种植 新的品种 初头 农改户 要求他的名字 叫做 六龟一号 名字 好像是乌龟 因为那条路 他仅在六龟台 二十七线路 旁边 不过 王金王就不同意 他说这个名字 不好以头 怎样得到这个名字 原来关于掌经国的事 王金王就将这一只 巨大的芒 他也挺聪明的 送给掌经国试试 掌经国一试 又甜又黄 外表是金黄色 这个培植出来的农民的名字 叫做王金黄 掌经国一锤定音 这个叫做金黄一号 用回王金黄自己的名字 于是乎 就诞生了台湾 第一只芒果 台湾本土的芒果 就是这一只 金黄一号芒果 其实这个像什么呢 如果大家有看过 我的名字品审摩 当年 发明了这个 红豆包的 面包店也是这样的 他把红豆包送给 名字天王吃 一吃就喜欢了 然后把红豆包 就发芳光大 变成日本本土的 最出名的面包 这个黄金黄自己种植了芒果 其实他不是留给自己发财 注册了之后 给自己赚钱的 他居住这个地方 陆龟是近着高雄的一个地方 原本就是种这个九月芒果的海特芒 即是美国芒果 很容易受到台风的侵袭 结果那些农民就血本无归 因为到了八九月很多台风 金黄芒果就很早成熟 到了端午就已经成熟了 其实你说黄金黄陪借了台湾第一款芒果出来 他是不是已经发财 不是的 他陪借了台湾第一个本土的芒果 金黄芒出来之后 他接着把果苗很便宜的价钱 卖给他的同乡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同乡就可以 骗殖种这种芒果去发财 他还教了一些香文如何价值 完全不会收到秘密给自己 他赚到的就不是你的名字 结果呢 整个鹿龟呢 全部都尊重这一只金黄芒果 当时呢 仲一格地 收入已经破百万了 吸引到很多年轻人回流 整个鹿龟呢 就是变成了 金黄芒果出产的最重要的地方 而这个黄金黄呢 是得到两次的神龙奖 他是第一个非学术界的得奖者 因为他大 他是一个农民来的 这个黄金黄呢 靠他一己之力 改变了整个家乡的面貌 鹿龟的收入过亿了 现在就是靠中这一只金黄芒果 而他自己本身呢 就没有发财的 他在2016年呢 因为癌症就死了 享年85岁 乡里都很远色 很怀念这个 改变了他家乡的黄金黄先生 我们现在就要吃这一只 这么好吃的金黄芒果了 那么我让我想起另外一个呢 另外一个日本的女人 其实她的遭遇和黄金黄都类似的 不知大家有没有去何俊町 看过何俊英呢 日本的何俊町 在这个靖江那里 其实何俊英是怎样发现的呢 其实是一个女人 1955年 范田姓美 她自己在何俊邨散步 在杂草之间 发现了这棵呢 其实是野外生长的櫻花树来的 她就拿了回家乡 乡了十多年都没有开过花 直到1974年 2月份才是第一次开花 就是这个何俊町 在台湾 是日本最早开的櫻花来的 她乡了这么多年才第一次开花 不过呢 这个范田姓美女士 也在同一年就过生了 然后这个櫻花 改变了整个何俊町的面貌 现在整个何俊町呢 第一 她是因为这样 有了自己的櫻花 叫做何俊英 是日本最早开的櫻花来的 亦都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游客 每一年2月份 其实我们 是叫做农历新年期间 已经去到何俊町去看到 她看到最早的櫻花 就是靠这个范田姓美 这个女士呢 改变了士忌乡下的面貌 变成九年了 种了七千棵树 在这个何俊町那里 何俊英 是日本呢 第一早开的櫻花来的 这个櫻花的发现呢 其实是一个呢 极民的故事 这只櫻花呢 就不像我们平时见到的吉野櫻 这个何俊英呢 就要拆在这个 荷津村这里 就是旁边的荷津村这里 其实都和黄金黄的遭遇是类似的 黄金黄呢 靠自己一己之力 种了这一只 金黄芒果 像一个木瓜那么大的芒果出来之后呢 它完全呢 就不自私的 将这个技术 全片了绿龟 改变了绿龟的面貌 现在呢 我就要试吃了 试吃这个呢 台湾第一款的本土芒果 和呢 第二款的本土芒果香水的台龙一号 现在呢 就切好了两款本土芒果了 一个呢 就是 这一个 这个是台湾第一个本土芒果 金黄芒果 这个是第二个本土芒果 香水芒果 或者叫做台龙一号 颜色有什么不同呢 这个就黄一点 这个就橙一点 这个呢 我切了一半 哇 你看看这个 金黄芒果大得很紧要 切了一半 已经成碗了 我觉得一个人吃一个 就很饱了 它成个木瓜那么大的 根据资料呢 这个香水芒果呢 就香一点的 香过这个 所有芒果 如果你喜欢闻香味的话呢 这个台龙一号真的香一点 它叫香水芒果 哇 好香喔 齿隔楼香 甜度方面呢 根据资料 金黄芒果的甜度呢 是17度 17度 是的 它核是特别小 特别薄的 就是占果种的4% 到5% 它核是小的 而那些果香 糖分呢 是17度 试一试 甜度 是不是17度 哇 好滑喔 它很滑喔 那纤维很少喔 纤维很少喔 纤维很少呢 其实有些人喜欢 有些人不喜欢的 肚芒果 或者是LV 那种叫做下雪芒 是有纤维的 有些人喜欢吃那些纤维的 那这个很滑的 一点纤维都没有的 一绝就没有了 肉质润滑 很嫩滑 很嫩滑 嗯 真的很好吃喔 而且呢 它虽然这么大 很嫩滑 你不觉得它老的 那些肉是 它的糖分是17度 这个糖分就很厉害了 香水芒的糖分是22度 哇 真的很甜 所以应该吃了一些 没有那么甜的 再吃甜的 否则反过来吃 你觉得它没有甜味 这个香水芒呢 它第一是它的味道很香 果肉的滑嫩的程度 其实是差不多的 大家都是这么滑的 没有渣的 两款都是没有渣的 如果你吃肚芒果 或者是下雪芒果 是有些渣的 那有些人喜欢吃渣的 那些台湾朋友跟我说 他们喜欢吃渣的 他们喜欢有些纤维的 老实实 今天有一些 这些 我们这些 下一种 其实是不脱骨的 就像是没有渣的 老实实 它是没有那么滑的 香水芒呢 没有这个 金黄芒那么滑的 这个很滑 这个很滑 嗯 这个水分更加多 很滑 这个更加适合做什么呢 做冰的 小朋友吃冰的时候 就很滑 指甲露香 今天的评判就到这里了 这两款是台湾本土的芒果 我再介绍一次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试一下这个 台湾第一款本土芒果 这个叫做金黄芒果 就是黄金黄先生 用了八年时间培育出来的 老爸就是美国老爸 妈就是印度妈妈 那个座产妇或者孕妇 就是台湾的一个农民 台湾农民培育出来 第一个本土芒果 就是黄金黄先生的金黄芒 然后呢 还有台农一号 台农一号 台农一号就是这个 是台湾政府自己农改会 自己培育的第一款芒果 叫香水芬芒 叫香水芒果 嗯 日淡日之三百火 不辞长造凌难人 苏东坡当年是因为 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芒果 因为苏东坡的年代 中国是没有芒果的 所以宋朝的苏东坡 是没吃过芒果的 如果吃完芒果之后 可能会改写了 他对于荔枝的态度 因为芒果真的很好吃 今天讲的这两款 台湾本土芒果 就到此为止 一个就是黄金黄先生 培植的第一款台湾本土芒果 叫金黄芒果 和台农一号的香水芒果 如果大家想多看一些 其他芒果 或者你有些什么 其他芒果的品种 想我试吃的话 记得留言在这里 也欢迎分享我的影片 记得明天 准时收看我的新片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一下 合作 tahun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